不少人,本来今天下午不是我,是岳老师 岳老师在晚上,我们就调到厂 也不是说是,马手,说完了就还马手 说是有来的嘛,我已经出事了 我再说完事,咱们再转回来,咱们就往苏宁钢鸭宝说 苏宁钢鸭宝说完了,咱们就康提斯往那边楼 好好好,咱们就往那边楼了,来 好了呢,咱们今天说点什么呢 我已经说什么四句话,你听不听 说呀,封建先生,灌说空 指南指北指西东 若是真有龙虎帝,何不当年藏乃翁 什么意思呢?封建先生,风水先生 剑是剑别的剑,封建先生灌说空 什么意思,没说对啊 全是蒙人的 指南指北指西东 你请封建先生过来看我的屋怎么样 就在这指,瞎指,都出门口问你一句,哪边是北 我都是瞎说 后边说,若是真有龙虎帝 什么叫龙虎帝?龙穴虎穴 把家里人葬那儿,后背,葬着虎穴当江人,葬着龙穴当皇上 你要真有这龙虎穴,当年干嘛不管你爸爸买那儿 何不当年葬奶工啊 所以这都是骗人的 我风水先生你有能力,你看风水 你干嘛不当皇上去 所以这都是骗人的 咱们应该说这什么事儿呢?说这些送卦的先生 明国的事儿,叫小神仙 这事儿在哪儿呢?这位先生,摆个卦摊 在哪儿啊?哈的门外,花式,大街 离咱们不远,现在出门府去,花式电视院去去 坐在那块儿,摆卦摊 为什么叫小神仙?之前没有这个汉外号 就是一送卦的,做铁嘴拿铁嘴,就这 那为什么呢?算卦确实零 让人家,怎么说,洋农立万的机会给人家了 人家就是抓住机会,一下就洋农立万了 咱说这算卦,这叫什么?金瓶采卦 总靠说话,金,就是这算卦的 分多少种,有这么七十二样的金 各种金有各种金的名字 咱们举例的说几种 你们看有那个打扮的斯斯文文的 穿的也干净利落,但是衣服补丁落补丁 头梳得也很漂亮,十个手指都伸出来 比小苏指那么白,手笨的 出口成章,一出口都撕了八对 给人算卦,这叫什么?这叫水晶 就是落魄的文人,没辙了,给人家算负面 这叫水晶 有人看电影看见过? 现在香港还有呢? 弄一个黄桥,弄一个星思雀 这摆点这个签,一开这门,这黄桥处的叼个签回去 这叫什么叫嘴子晶,指的是这鸟嘴 这鸟给你算命,你能信吗? 它自己都在笼子里呆着 你说这都是骗神的 还我去走机穿相呢 拿两块宝,哥们撑太平歌词似的 呱呱呱呱呱呱 这叫什么?邦金 周人,我这走机穿相呢,你要孙明叫家子 有这个 还有呢,有点钱的孙明先生 一个孙明先生在前面走后跟拿伙计 说是伙计,说白的就是脱 这叫火金 成帮皆是,就是给人家算光 火金 还有这什么呀?走大金 哎,这位先生您过来 我送您两句货 送谁不乐意过来 就是把你揪过来 揪耳朵 还有一种,算光 甭管算的零不零,你就得给我钱 不给我钱,我就打你 就抢金 什么都说这样 咱们说这位小神仙是算什么呢 叫票金 票 票金 给人算钢挂,像个面 斜切什么 就说有这么一天 小神仙啊 之前不叫赵 咱也不是叫什么,咱就一直叫小神仙 算挂,把牌摆好了一张桌子 比摸纸业 摆齐了 你想这个算挂的跟我们说书就不一样 说书的往这一说一年定长身 胡拉人就围上来了 这算挂没了 我们管这叫什么呢? 据这个人气叫什么呢?叫圆年 得把这人圆过来 好,我让他听你算挂 爱说算挂,现在你们看那电视剧都是坐着呆着 一天都没买卖,有一个算挂就给人算 那就饿死了 必须得有江湖好生意好 把人家哄回来 说高兴给你点钱 真有事的找你来,那是单收钱 没有事的,您不能干倒啊 这一天没买卖 您得找买 就这么个意思 这个人哪有他的方法 不说话 不嚷嚷不喊 不妖娃 怎么着呢 铺上一张画纸 有笔墨纸艳把毛笔拿去嘞 在这低头画画 安安静静 你看咱们人都有好奇心理 这位当今摆上桌子坐着画画 就有人想凑文钱看着嘞 看他画什么 他画不光这个画 随着还有画 是胡罩子这玩意 随着还有他就说的话 说什么呢 低头在这画着 巨人猛抬头说这么一句 画山 难画山高 画树 难画树 难画树梢 旁边走道就走门 这到底有画什么这 画山难画难树 难画山高 画树难画树梢 画山上画树啊 他就在我边边看 小心地头接着画 还有画 天上难画 仰面的龙 您这画在里 您看咱现在国画什么都有 云龙九线哪 包括烧的瓷器有龙 正点龙少 因为这个不是立体的 你看那耍狮子 武龙那个 正点的扎子龙头 你正哪能看出层色的 这龙正哪看不来 这龙正哪就像猪似的 反正是三层 正点龙最难画 啊 天上难画 仰面的龙 后来还一句呢 这都是成套 地上难画 不浪的水 您还画过个画 画这个水浪 啊 他冷儿来画这个好画 它有层次有浪 你就画这一平平一汪子水 不好来 这是最难的 说完这两句又人纳闷 这要得要画什么这位 这什么意思啊 说这么两句在这儿 低头的这句话 还有两句 这写完不了呢 美貌的家人难画泪 就是好看的小姑娘 美貌的家人 啊 是女婆 都漂漂亮亮 难画这眼泪 有人叫美人泪 杨贵妃当年 选杨贵妃的时候 就是这宫庭画师 让人拿银子花钱 挺好看杨贵妃 脸上点了一滴泪 一下子没选这儿正的 多数年以后 皇上姐妹儿才知道这事儿 就因为这一滴泪 美人脸上男人都累 这么好看的美人 还一句 跟那美人是反差的 庙里的小鬼 难画肉 你看那庙里小鬼都骨瘦了 一群小骷髅似的 啊 难画肉 谁是没法贴肉 你贴肉 你贴肉那不是鬼了 那小伙子长得胖乌乌那儿去 那小伙子长得胖乌乌那儿去 那小伙子长得胖乌 我当不了鬼 哈哈哈哈 说这么几句 他这么一说的人 就聚得差不多了 他怎么知道人聚得差不多呢 他这话呀 眼睛往前瞄着 这是人占捏的也多啊 有腿 哈 两条腿一个人 啊 十条腿五个人 二条腿十个人 差不多你就是想 哦 四十条腿了啊 就二十个人 那就是说你怎么说这么准啊 废话 你从我们那儿站着二十条腿呢 恨不能 是 那恨不能拔个人留头狗吧 你懂吗 啊 那肯定就是人腿 差不多扣二十人了 把头抬起来 好 导演 辛苦辛苦 这就是江湖 这边道辛苦必定是江湖 这边站着 哦 怎么站着呢 这边 怎么不画画呢 好各位 您看我是画画的 跟他说 我不是画画 嗯 我是算卦的 一说这一句 就有这个啊 牛头要走 哎 松瓜那走一会儿去 就想走 他都有话把人拦出来 哎 姐妹 别走啊 我这个松瓜 跟他们松瓜不一样 我这个松瓜 我家里够吃够喝 有房子有地 我这儿出来啊 爱好 哈 我这儿出来交朋友 我乐意给人送 我这个不收签 白给您送 多好这块 哎 这便宜谁不乐意 可是赶上这几位呀 愣头 哈哈 白算我们也不算 没有事我们得走 哎 您别走啊 我白算是白算 可是您这二十几位当中 可有贵人呀 要发财呀 谁要发财我不收 待会儿差不多 你都站住了不走了 我爱个儿给您算 算了您 您就知道您要发财了 您那财呀 就在您身边转 您还抓不着 我这一句话说出来 这财您就抓着了 这话多次 谁不可以发财呀 我这财就在我身边转 我抓不着 您一句话我就抓着了 那我听听 我万一发财的是我的呢 后会儿还有话的 叫什么事 哦 还有这么一位 有点不好 隐藏发案 您啊 要有官司 得判您 有事 什么案子咱们不说 什么时候抓您咱不说 待会儿挨个儿算 算到您 我乔乔跟您说 免您的牢语之罪 你看这 有不爱的孩子 这又爱命了 呦 这牢语之间是谁啊 咱们别走 还有这不爱财不爱命 愣头的 都给他们走吧 这都蒙人的 拉着手要走 小人家听见 又奔复这民军了 各位 哈哈 不光有发财的 不光有这个要 有牢语之灾的 那位当中还有一位 有点不太好 怎么不太好呢 啊 这位呀 哼 说句不好听的话 脑袋呀 变颜色 什么话 媳妇啊 不咸水 啊 跟外部有人就是啊 够的神仙交朋友啊 但是呢 交的什么人 这人是谁 我都知道 哈 我现在要说出来呢 这位在人中不好看 变颜变色再打我一顿 不行 可是一会儿呢 我挨个算呢 算到他这儿 我跟他说 我要没说对呢 人家也得打我 所以说现在我不说 一会儿我不说 我什么时候说呢 这位呀 站不住 一走 我就说 这话多算 这位拉着胳膊敢走 咱别动了 走咱俩说王八大爷 不能走 就把人全汉死在这儿 恨不得拉钉子 把你脚钉地上 就这么损 这帮人刚拒管 你懂了 这小神仙啊 打算开车算卦 说白就是骗钱 出点事儿 人越拒越多呀 难免有个喝喝饭饭的 后边有两位打起来 一个年轻人 一个老头 因为什么呢 这个老头啊 花白的胡须 一身粗粗粗的后卦 没什么太惊人的打扮 但是手里脱的这么一样东西 是好东西 一个粘子垫 上面有一个死沙壶 这死沙壶啊 赠光挂亮 里边一看茶山 就猛高的茶山 这把壶少说 也得一百多年 出书案表呢 这个老头传家宝 打老头爷爷传下来 世如这就命根子一样 老头没什么钱 这全家 除了黄就是这壶 非常的值钱 没事呢 端这壶出来 大街险边险边溜溜溜溜 刚起地壶热茶 旁边有茶碗 蓄的水 烫汤的 他为什么变个山子垫 他把他 这么端着拿着 这小伙子怎么回这呢 也是好奇 扎都是菜马上 夏天穿着这个 没有袖的这个搭里 穿着 胳膊露了 老头这么端着 往里看吃菜 他动着熟眼 小伙子就站在这儿 这差不多贴着小伙子胳膊上 特拉就这一下 滚烫的开水 小伙子 一撤胳膊 这壶啊 咱要说这壶是老壶呢 这老壶都吃肉 我说 把这脖子皮带一下 都摊成这样 嘶嘶 这是老朋友 我们的小伙子 你说这还不打起来 小伙子回头先一句愣话 你没长眼啊 你要说这老头啊 是您的错 小伙子年轻替上 您那么大岁数啊 您啊 您该懂事 懂人情 小伙子说句说句 完了 哎呦对不起 真没看见 老子 不行 这老头啊 有个特殊情况 一辈子没娶媳妇 公共一个 一直跟到老子 说法也特殊 等啥 我 没长眼 没长眼 汤那么准 你看 这不是要打架吗 他这老家伙怎么说话呢 你让我人汤坏了 你那破壶值几个钱 你想同老头去多呢 我那破壶值几个钱 小伙子我盖那样 这壶啊 把你卖了 你都买不了这壶 这怎么说话呢 哎那不行 你烫我胳膊了 哎不行 我跟你这么说吧 烫你胳膊了 掉块皮 你能长 这活要掉筋菜了 我告诉你 没地儿寻钱 打人强强 一强强 一强强 前面毕竟人得回头看 这人就乱了 小神家心里热个骂子 我好不容易把人按死了 你们俩回头捣乱了 好嘞 就是指你们俩开张了 还得把这家劝了 还得把这帮人按住了 提高啥门 二帅 看我面子 别打了 看我了 老头说句话 和小神家气啥子 废话 不看你还他们打不起来 拜拜 您去打谁看谁 您过来二边过来 先把小伙子叫过来 叫到跟前 福尔说了几句话 说什么呀 小伙子 你别人打他呢是吗 对呀 他说他我不打他 你好不能打他 你们是前世冤家惊生的罪 你们这个仇是一辈圈一辈 你看老头了吗 我看那骑士网上 你抬手 他就躺这下死了 都不用你碰了 我就等你这城市挖洞了 我就告诉老头 他这辈子不死了吗 你有牢狱的灾难 不是把你活寡的就把你砍了 下辈子转过来 老头把你还给闹死了 你们这解不开的仇 你要听我一句话 现在就回家 别演你 躲三天 血光之灾一过 你们这今生前世的手解开了 你以后啊 一马平穿 招财进宝 什么事都没有 您还得发大财 这话谁不爱听啊 小伙子听 我听您的 您要是说对了 我给您扬名 您要是说错了 我连你一块打 这小伙子说话错了 嘿我让你躲事你还打我 还得 快走快走 小伙子走了 老头无寸呢 站着还说呢 哼 你要不走 你要不走 我再上去这 你看 这什么事呢 小先生把老先生叫完 老先生您过来 您叫进前来 您这个胡不错呀 这话什么意思 先捧这老头 都听出来了 胡是老头的心爱之物 也先捧 让老头先高兴了 老头一听 哼先生 您有眼力 我这个胡 也也穿下来 这胡好笛子 开始吹 小神下啊 心里有自己的想法 要没你啊 哼 就还出不了这事呢 我让你吹 我恶心恶心 哼 怎么呢 老先生 您先慢说 您这胡是不错 但是 我在那给您算了一卦 您这胡不输三天 就得菜了 你说这老头 在我手里五十多年了 你说不输三天就得菜了 那我三天没菜了呢 您要没菜了 这胡架直连城 半个北京城都晃不到这一个胡 说话 谁不爱听 老头光想着半个北京城了 就忘了这三天把胡吹了 啊 您放心 这三天不吹 您这胡架直连城 老头一听 行 先生这是您说的 您可改这儿是算卦的 您的死摊还改这儿 三天这胡不吹 我这胡架直连城 我给您扬名立万 三天要是吹了 回来我也给您扬名立万 没法您算准了 老头啊 老头回家了 不说小神仙 咱说这老头 第二天早上起来 小神仙刚一出家 老头拿了一个木盒来了 啊 不大 先生 您算真准 能看吗 猜了 怎么猜了 这个 谁都不来 都来老头 小神仙头天啊 说那话 老头回家呀 没当回事 把他查核网桌上一蹭 天天这样 做饭吃饭 啊 孤老猴子一个 自己吃自己做 吃完饭呢 困了 睡睡觉 靠床上着了 做了这迷风梦 梦见什么的呢 这胡长翅膀自己飞了 哈 这就是日有所思 夜有所想 一下惊醒了 翻了 这胡飞的什么意思呢 哎呦 这胡是标菜呀 一看这胡在桌上 不羞 不桌子 不啪 万一 冒罪耗子给我把胡蹬了 啊 万一这风大坝 胡拔地 这躲着胡你躲不躲 老头心里躲 找地儿藏这胡 找来找去呀 这墙上有什么地儿 过去呀 老头也信这个财神信佛 有什么一个小佛堪 墙 掏一个洞 啊 挺厚的墙 掏一个洞出来 各两个大坝一个佛堪 年久的佛堪就没了 这洞子还在 啊 疯疯正正 墙上 我呀 把这胡藏这里 把胡藏这里呢 外边呢 找这张棉块 还给贴上 谁也看不出来 就跟暗格一样 他觉得挺踏实的 躺下睡觉 哎呀 他还没想到邻居不踏实 隔地一栋墙 大大圈 住了这么一位 干什么的呢 戏班唱戏 二路的老生 二路局 啊 也不太富裕 过去都是一路局 大老板有钱 二路局这场就去跑 这场就去跑 这场就跑 二路老生 晚上三起庭晚回家 唱戏里边有穿这个胖袄水衣子 唱一天这个戏啊 湿透了 汗太多 水户也湿了 啊 黑味 站台上不能一抬手 嚼着倒了怎么办 嗯 太酸了一会儿 回家呢 情况情况也睡不着觉 我把衣服洗了 全洗了 洗完量啊 量院不行 这全是绸子段子 量院里的 啊 这院住十个街坊 一半是贼怎么办 这不能喝 两个屋里 你怎么刚刚进进两个屋里 两个屋里 你得有地儿量 没地儿量 想着 哎呀 完量了 有这么一根房凉 房凉 房凉旁边是土炕床 哈 以这房凉的几只绳 这边是有固定的地方 这边怎么办 满地找 墙上什么地儿都没有 这些人啊 这些人啊 屋里怎么要挂衣服的地方 走嘞 找钉子呀 我钉墙根钉子 把绳子往上一拴亮衣服 翻箱倒柜 找出一根钉子来 哈 哈 不打 哈 说不然就是冲子 哈 我说人家俏工人家冲子 实在是没冰子了 多么有事 钉上 拴上 亮衣服 干什么 拿出这钉子呀 往墙上找 他问老头 可以堵墙 怎么就错了呢 这佛看的高耳正是钉子的高耳 砰 就这一下 那边哗 老头从床上蹦起来 哈 嘞嘞嘞 哈哈 自己就知道了 把这思维来 哎呀啊 这壶还是粉粉碎 这怎么还钉子头呢 没 唱气在哪儿 人家是 亮衣服上去睡觉 老头也说过什么呢 谁知道我 我这哥的胡呢 人都睡了 小神仙真有能力 第二天找小神仙 从此啊 这小神仙这事就传开了 头天算了 当天晚上睡了 够神的 都扬名叫小神仙 过去的小神仙算卦 算一卦 五个头嘴 算一项 看项 十个头嘴 但老头这事过后啊 我掌劲 光要算一卦 就五多天 算一项 看一个项 一块钱 好家伙 分着背地往上涨 一站这五六年 小神仙都靠着算卦 治房的置气 什么都治下来了 但是还得送卦维生 不干别的 就这点能力 他这五十年了 活是这么干的 活是好多商户也得变迁 他在前面坐着 后边有四间连排的瓦房 让这么一位啊 把这房包了干什么 开药库 这位掌柜的以前是干什么的 走街串巷卖野药 切糕完 买点切糕 我还得切碎了 揉出门 卖野药 不是病环保 这玩意 转了点钱 一说慢 我都五十多了 我得找个劲啊 安个座 什么叫安座啊 我得有个家 也有个店铺 老了老了 我得有所医 买了四间房 开个药铺 一个媳妇 俩人 连伙计都不住 啊 药多扣多扣 他这个药 也圈圈短俩这玩意 也不是什么好药 打他开了门 半年 要不是煮上鸡爪呢 一点药没卖出去 我不是小沈点 天天的 好家伙 一二改个天正着 老这么好买呢 他看得起得生气 哎呀 我这个半年药铺 不开张啊 他这算卦子 怎么会挣钱啊 我们都是江湖上混过的 你们这算卦子 我们是清啊 你们这没拽来的呀 哎 怎么你就这么招人呢 他都不想想他这个 要不不活生不价实 你得勤奋点出去拦担主 拿个沾帽子 给我点火去 是不是 我想说 光想是 哦 他把我门口挡住了 把我财路断 封死了 就往歪的斜了下 就看着小沈点不顺眼 有这么一天的小沈点出摊 上午十一点出的摊 往这一坐没什么人 这老板啊 之前有铃铛都试给老板切着 老板药库开得早 九点多开药库啊 也不等的 就是进来俩主 老板不是够心 哇 这没啊 二点往屋里头屋里头 来先走走 切下切下 俩人挺客气 哎不走不走不走切不切 我们就问你这个小沈点 什么不是出摊啊 哈哈哈哈 十一点啊 哦十一点出摊啊 嗯 这刚九 那我们能在那屋里切会儿吗 切着了 哦 方是不满药 在屋里切得等小沈点 你拿你这儿当什么的 心里就变了 小沈点十一点出摊 把这两个话算完 长辉子溜达达出的 站在小沈点后背 甩前话 说什么呢 哎 沈点啊 沈点也得挣钱吃饭是吧 这叫什么话 对话是人不就得吃饭 沈点也是外号 哈 您得挣钱吃饭是吧 哦 哈哈 您这个话算的灵嘛 小神仙都知道了 前些日子就咯咯咯咯 进窝拿眼白扯人家 就知道是了 哎 也知道半年这不开张这买卖 小神仙都挺破解的 哎 我们这个算卦呀 找我算卦的人心里信我 我用诚心给人家算 就心诚则灵 我们这个没有灵不灵 您心诚则灵 哦 心诚则灵 你看我的心成不成啊 您这心成 怎么成呢 半年不开张 你还坚持着呢 哈哈哈哈 这个花的盖刺儿这个 哈哈 哎 我都怪兴了 什么呢半年不开张呢 你这还坚持着呢 哎 小神仙 我给你一块钱 你给我算算 我这买卖 什么时候开张 小神仙说坏了 说他妈你这买卖开不了张 还想什么时候开张 你还给我一块钱 对 买个人不能输嘴 火也上了 把这一块钱拿起来往掌柜的手里 您拿好这一块钱 我免费给您算 您这买个什么时候开张啊 哼 就在今天 掌柜的花 就在今天 您怎么说呀 今天什么时候 今天啊 晚上掌灯之前 掌灯 啊 晚上五的那种天一黑 屋里就得点灯了 掌灯之前 说白了五点半左右 掌灯之前 哦掌灯之前我就得开张 哼 我 挣多少钱呢 您啊 哼 不多不少 一看他手里的一块钱 哼 一块钱 哦 半年了我们挣一块钱 哼 哼 就多一点没有嘛 多一点没有 少一点不成了 少一点不成 就一块钱 行 小神仙 不是你说嘛 今天掌灯之前 我正一块钱要的 不是 你要的算准了 你看这四天瓦房了吗 你看我这买卖了吗 你看我这媳妇了吗 你看我这媳妇了吗 呵呵 全归你 我净身出户 不 买卖是你的 我不干了 但有一辙小神仙 您要是算错了 呵呵 您这挂摊 可是我的 小神仙较劲 还补充一句 挂摊是你的呀 哼 我这一天的静下也是你的 一天多少钱呀 小神仙 一天老是二三百这么张 我这一天静下也是你的 行嘞 掌灯之前是吧 咱们走着瞧 回事进屋了 他一进屋小神仙就后悔了 我叫这个静干嘛 我这没房子没记得 这得给我安个座还得 我这真算错了 把我钱拿走 把我挂摊收了 我还干不干了 我丢着大人了 北京这么些年 有我小神仙一号 心里就犯底部 这一天都不踏着 他不踏着 这药库掌柜更不踏着 早上就把这灯拿出来 摆着桌子 擦着又擦着 摸着又摸 啊 心醉的有 大伙啊 就等着点都 老盼着看太 哎呦 还不落山呢 废话他两点 能落山呢 啊 就趴着回台上 守着这灯口 看着这表 一只简单说呀 到几点呢 到五点二十左右 小神仙也急了 哎呀 这真没事没药 什么购买的 这什么 掌柜挺高的 哇 还是不是弄了 这灯就能倒 这灯灯地我都算唱了 我出了 我先捡这枪霞子 把他捉着菜了 我再给他一嘴巴 挺好 怎么这么碎 小神仙是犯愁呢 姐那会儿过了一老头 穿着的挺干净 头部梳得挺干净 但是挺着急 面容的比较焦脆 走到小神仙进前呀 有口音 说什么呢 哎 你是小神仙吗 哈哈 啥问题 啊 对我是小神仙 老先生你有什么事啊 哎 我我我我找你算卦 我我们家方说 你也算得准 我就是 口口这个 歇成跑道字 我找你算卦来了 哦 你找我算卦 您什么事啊 其实人家心里也不想算卦 一直都盯在 这也没事去买药 我我我我找你啊 我丢足去了 哦 您丢足去了 您啊 回家找着 上底下 充计里头 啊 灶台里头找着 瞎上 我丢驴 丢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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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丢驴都不早说呀 哎 抽底里找着呀 那驴是活着呢 你的 也不行 啊 您丢驴 您要给我找找的 您丢驴啊 哦 小人家突然之间啊 有主意了 哼 今天赢就赢老头身上 哼 有这老头啊 今天都不收赢掌柜的 回头都问老头 老先生 哈哈哈哈哈哈 啊 您带钱了吗 带钱呢 放挂不带钱 哦 您您够一个钱吗 先生 先生 够一个钱啊 怎么呢 我尿不够我给您一个人 哈哈哈哈 丢丢丢丢 您这驴丢是吧 哈哈 您看我我这 早就给您送好了 哈哈 我上午11点多就送好了 师傅 他11点多跟人打着赌 哈哈 我都给您送好了 您啊 想找回这个驴 您得吃药 哈哈 这都不是人话 这驴丢了吃药 哈哈 这驴丢了吃药 是驴吃是我吃 哈哈哈哈 你这叫什么话 你驴丢了驴吃着吗 给你吃药 哦 我吃药 先生能够吃什么药 你甭管吃什么药 你就记住了 你吃一块钱的药 哦 那我吃一块钱的药 那行 那先生 那我走了 那我找药去 别逃 你哪抓药去 哎 你去专人塘务员和专人塘抓药去 不行 我说他那不药 真的不管用 哈哈 哈哈 你呀 回头看 我后个门脸 哈哈 这抓去 老先生 我这是药妇 哈哈哈哈 哈哈 我上这抓药是吧 这抓一块钱呀 哎 这抓一块钱 听清楚了啊 嗯 哪眼呀 瞟着眼那边 看着那太阳 我回下山了 您快点进来 嗯 掌灯之前 必须把这药买着手 哎 多一分钱的不要 少一分钱的不行 就得一块钱 甭把什么呢 抓一个人要您就走 赶快回家吃药 驴就回来了 但凡没回来 要算的不准 明天您找我来 我陪你一头驴 小人家行刘虎 一头驴才多少钱啊 三十块钱 那一人送二三百呢 谁头驴怎么了 还用四点房呢 哈哈哈哈 还用个媳妇 啊 还行刘虎啊 您说吗 老先生还挺精悍啊老师 老师干嘛呢 老娘好 我女 啊 马在西城呢 开这么一豆腐房 就靠这驴啊 磨豆了 这驴一丢 没人干活 体的活干不了 这豆腐房也开不了 没要进去 要不着急 老师行 哦 买一块钱又 这个驴就回来了 就回来了 您快去 拿着一块钱 老师从兜里挑出来 拿手拿着 往药件里走 他走的一个步伐呀 正好是跟这个先生啊 拿火柴 打火 先蹬招 要点这个不啥子一样 啊 先生 啪 把他打招 蹬招拿开来 刚往一放 来你们前哟 哈哈 哈哈 你收拾进来 哈哈哈哈 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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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怎么找到呢 来什么 拿一个 来一个驴用 明天才行吗 哈哈哈哈 就是我这 我门子 啊 不凶 你这个怎么 铅值钱 你得给我抓一个针钥 你 你 你 帮我飞着衣服的针钥 你 哎 你坐着抓着 什么明天再抓 那我去 我就是抓一个针钥 你得给我来一个针钥 来一个针钥 你什么病 嘿 我摸病 摸病 你抓针钥 你有方子吗 没有方子 是 是 汤药 是 买药 不止动 你 你要吃什么 你看什么 就搞什么 话 一个人 要 你抓药 我看什么 哎 不是 你为什么非得抓一个人 要 老先生 这是老老师 为什么呀 哼 眸头儿还在我转 呵呵呵 呵呵 或者这位掌柜 牙门儿之下 呵呵呵 哎呀 打赌吧 你先往完这条刀子 赌玩呢 哦 你才得抓着 英雄行样 是吧 哎 这么着 跟你这么说 今天本店呀 呵呵 呵呵 把您庆舔一下 哈哈 啊 啊 这个 抓一个钱呀 送你一个钱 所以说呢 您的一个钱不用花 我送你一个钱 那什么东西 我有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们就得抓一个钱 先生说的 您送我的一个钱 我旅回不来呀 先生 掌握得没什么事 我旅回不来 哼 我就是抓一个钱 你非得抓一个钱 哎 我非得抓一个钱 哎呀 哼 哎 你多多事 啊 老家主 我书房呢 哼 我是不是让你书命 什么意思 看你多多岁手 他要干嘛呀 抓着不是好的药吗 心里有苦 抓着抓蟹药 好汉兵 好汉兵 兵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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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三毛鸡呢 哼 八豆啊 鸡爪 大黄啊 什么的 怎么凉怎么凉 你多多岁手啊 老师 哈哈 八七十二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那就不赖我 哈哈哈哈 那是上天主兵卡的事啊 哈哈 哈哈哈哈 行呐 你把鸡肉强开我吧 鸭子桌子上 回头抓掉 把刀啊 分解液 一转辣黄 咕咕咕抓一包 哈 够百块钱呢 你拿着吧 老头领过来 说是一块钱的啊 阿伯说是一块钱的 我送我那一块钱的你看 嗯哼 呵呵呵呵 呵呵呵 诶 你 那是药啊 对 你送我那一块钱 我那一块钱 送我那一块钱 送我那一块钱 又包了一包 哎呀 两包钱 老天哪 我送你那一包药啊 跟那包药啊 是一样的药 你要想这个病好啊 哈哈 呵呵呵 一块钱 啊 一块钱了 你怎么把坎儿那人躲开 呵呵呵 这一话不到坎儿就死了 呵呵呵 你怎么躲开了 呵呵呵 老头领夹 老头领夹 行 好嘞好嘞 回家点药吧 不提掌棍跳人家 老头回家 一进门 老脖子 在家等着呢 哎 老头 你说这算话 本来的驴 怎么样 哎 没问题了 啥时候说的 这个驴能回来 吃药 呵呵呵 你知道 你知道 我明明 吃药 这个驴子能回来 现在说的是吃药 哎 吃药 这个驴子能回来 我吃药 这个驴子能回来 吃什么药 现实没说什么药 哈哈 就是要买一顿鲜的药 那药呢 也连钱 这两包 哦 这两包是一个钱的 一顿鲜的 都见了啊 好 都见了 老太太拿出光 这边灶眼呢 坐着探 这边有一个小灶眼呢 有一个药屋 熬着药 反巧了 老太太呀 嘿 也是老婆的祖上吉德 老太太的娘子呀 开药库的 你开着药包 给我个天哪 老婆走在这边 要离婚直接说啊 哈哈哈哈 你叫什么这是 全是血量 这么大岁 两包鸡就临不住了 这么全是血量 好家伙 这就死得负责 我得 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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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 老时候肥子大 动不动啊 有话派过去老太太 老太太太太大 这不两包吗 昨天呢 我借你一包 借你一包 把那包藏起来 吃完饭 八斤粥 药药 好了 一碗 都给我来 我这一包 那我一会儿老太太 看他们跪了这边 拿出去多指的 哈哈 喝药了 哈哈 老太太太 你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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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太太太 你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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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起来东东东喝了 嘶 嘶 这个药啊 全都是蟹药 大凉的药 但是哪样 你也得等几个钟摸 就怕摻一会儿 啊哈 这都扎成板了 呵呵 喝完了呀 老头有点累 从西城走到花市 一天了 好备和过儿 密闹 没有啊 一个钟头 老头的肚子都瘦不了了 哦 翻江倒海 扭着个儿来 老家每次有个病在那儿 在这儿说 呵呵呵 很难受啊 老家说啊 老家说 走过来 哎呀 不舒服啊 顺手拿纸 哎呦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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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呀 我上厕所 一架等着 轮电话 驴一会儿就回来 就出去了 你不想啊 这个药 投一个药下去 投一个药是最狠的 哈哈 走了一半 胡同 胡同 胡同厕所呢 在头上 是不是 胡同厕所 就盖头了 老头出门 右手一拐 抖了 头就是厕所 来回 一百米 但是呢 他这个岁数啊 也加上身体机能不太好 这个肌肉呢 有点儿松 哈 昆仑人家就伍不住 也加上 是 走的一半啊 就这个 有点儿受不了了 哈 都是 肺肤大了 哭不住 走不来了 怎么办呢 反正那天黑了 就必解决了 吞了骨子 啊 嘶哭 啪啪啪啪啪 啊 我让你们让我拉 啊 啊 是马前街啊 明天我的师父 我告诉你们 不是啊 你这一命 一命 他是马街啊 也就是很抢了 他那时候 他这驴 他这驴 没丢 老婆晚上做饭 着急 这驴啊 从墨上牵下来 有龙头 蹬着这龙头 到棚里 那里啊 搭一头 那把后一拴就完了 老太太做的饭子 把驴弄在棚里 就没搭拌那把后 这驴带着龙头啊 在这圈子一圈圈 老太太进屋做饭 现在门开着 这驴月就溜着大家溜着大家出去了 出得上哪去呢 走不远 鞋队门没多远 有什么一家夫妻 俩人住了 开了一个洋车行子 拉洋车 俩人住 俩人住点火去 不好好干 啊 赌 把这个满力 赔得差不多了 就送几辆破洋车的院子停着 啊 新门的也敞着 俩人没有什么生活 平时就聚点人家的渡过窝 抽点诚 都干热 这呢 有一位赌窝子早走 走 那门呢 就没得关上 眼着 这驴呢 看那边有缝 有人吃 跟着人就进去了 进去附近来看火 来一条驴 一看这人是 豆黄老头的驴 怎么跑完蛋了 这媳妇香港人送来的 这爷们不行 不能送啊 都是财 进咱们家门就是咱们 啊 这随便进咱们家门不行 就得逞着它 这是什么 这是咱们家的驴 咱们呀 趁半夜 把这个驴拉出去 到汤锅给它卖 正十块 正十块 是十块 什么叫汤锅呀 就是那个杀驴杀马 哦 杀走啊 都点那个死猪死牛 我拉那人 宰了 一半钱 说你扔到汤锅里炖熟的就卖 啊 又过去吃正眼盆呢 都是死的 汤锅 人家的汤锅呀 你卖东人家不管拉 为什么呢 人家知道你什么来路 你去拉那些士股来了 给人卖汤锅打一顿 这不行 得你给拉 你拉走 我给你钱 或者晚上别的把驴拉走 送汤锅去 为什么晚上怕接风探 啊 这人导致 这豆房的驴您怎么拉走了 怕出点火急打起来 俩人别的晚上夜里拉 老头二风回来 都那时候等拉着马街 啊 都到拉驴的点了 这男子出来把驴 写下来 拽着龙头 就往外走 这娘们心里有主意 你别的 我先看着外面 有没有人 万一在五日 看着咱们晚上拉驴 明天跟老头一说 咱们就得报关了 你有主意 你看 这娘头一怕门份 漏一门份 往这边看没事 往这边一看啊 旧月光看着归人 啊 嘴里骂骂咧咧咧 我让您拉 我让您拉 真是拉了 明天我好好地保管 听着口音斗房老头 我让我拉 让我拉 哟 哟 他知道我们能拉他们家的驴啊 这不行 把门关上 哎哎 当家里 先别往外拉这驴了 怎么了 老头知道了 躲好骂贱呢 蹲在那儿 他蹲的还挺稳的 他那儿知道 这儿起不来了 啊啊 骂贱呢 说让您拉 让您拉 明天白天人都报关 咱们拉着驴上看见他 咱们在身上 骂贱 没事就是浮风桌里啊 摔着你去闲话 不知道谁家拉 就回家 他那儿知道血药多得近 是吧 等着那一伙伙伴儿 打破这个娘子去 开门看了 开门一看儿到时候还在那儿蹲着那儿 嘻嘻飞 嘻嘻 你要这么一摞声啊 怎么没打他们回家呢 我让您拉 一二岁 我让您拉 我这么大岁数 你哪我 哪你哪我 你何事啊 你 你们跳舞伴 你们俩呀 谁也跑不了 她说这俩人是谁啊 小吃人還能掌櫃 這這這這這這不用走 倆人 這我們夫妻倆好的 沒讓她報關 回來趕快跟爺們說 人家要報關了 人家就爺們指聲 說這倆人 就咱倆了 怎麼辦呢 怎麼辦 那你說怎麼辦 哎,这驴给人送回去了,开门给人开屁股走的,对吧,对吧,按哪儿行啊,为什么,这驴啊,先进家门的时候,俩人把驴往这笼里拴,有心眼儿,怕这驴叫,过了这个叫,啊,啪一叫,就传出了,怎么办呢, 家里没草料,你不是让我买草料,你家里有种草料,或者让人家里有养驴了,怎么加上草料呢,这不自己都给好好挖了吗,这不行,怎么办呢,家里有那种桥梅枕头,就俩枕头的菜子,喂驴,有那种草莲的,带一人家来,从那儿一扎,喂驴, 这驴吃饱饱了,不叫,你这么会儿说,给它哄回天,我这俩枕头草莲都不没了,咱俩睡觉都没得整啊,这也不行,那贼不走空,哎,你想出门把刀拿来,拿刀干什么呢,我拿回驴, 你这不混蛋吗,你说你做什么,就让你拿,你拿一块驴,给驴的驴脱了,不是追您家的吗,这都混蛋,这大男人,你拿回驴,他一通在那儿抵死你,没有什么事,那不行了,咱俩真的会赔了,真的赔了呀, 他这手不是因为这龙头呢,拽驴,一分一分,哎,咱们把这龙头摘下来吧,这龙头新制的,上面有独活乡的,这一个龙头人家两个钱,咱俩赔了这两个钱,把这龙头摘下来,就从这驴走过, 就他们人家,伤治功夫的时候,这老头儿,这场战役已经打完了,嘿嘿嘿嘿嘿嘿,骑着骨子,还剩这根点儿的,拿着,拨着枪,顾折半身的往家摆着,哎,怎么没针这屋腔脑啊,往家摆,推荐门进去,哎呀,老婆子, 以後我都降湯水了,讓我暖到胃部 我受不了了 我這麼些年都沒什麼拉了 廢話,誰也沒什麼拉過 受不了了 老太太嬋子,老婆讓我屋裡走 這輩子把女都一拍屁股,女出來 沒多遠 馬食徒,這鯉也食徒 這都家幹的 這卷有味兒,你想 人有門店,他那門店 和雷公里長那門店 前面老頭進來也沒修 這門也掩上個份兒 這鯉拿不去地方,去院 看著老頭老姑一早 我聽到花朗門一想 老頭老太太就回頭 呀! 這個女回來啦! 這個錢是掛握 吃藥找鯉啊 吃藥這個鯉還找回來的 誒,老婆 你要不要想我 我扶著站著,你把這個鯉 趕快轟到圈裡頭 把這個鯉看好了 老太太已經也是 老頭扶著牆在這兒站著 老太太就進去啊 找東西 拿著枕頭,拿著那個 稻草的藥 拿出來 往這鯉哥 要牽著鯉去 你想,他不在這兒跑牽著鯉嗎 牽著鯉 拿手抓著那方 抓 什麼東西抓著? 他抓什麼呢? 抓這個鯉頭 一抓龍頭一拽他走 你說你拽這個鯉不下骨 抓什麼東西抓著? 行! 喲 老頭大 壞了 龍頭回來 這鯉不是回來的 是吧 龍頭沒回來 龍頭丟了 鯉回來了 說 龍頭丟了 不要你 搞不好 你把那個鯉啊 再剪一遍 我來個二份 我再說一遍 這個龍頭就回來了 是 老太太一聽啊 通著火了上來了 什麼? 再給你剪一遍 你再剪二份 你不要命啊 你知道不知道啊 就這樣 你剪成這樣 我這才剪了一包 我哪還留了一包呢 老頭丟得綠岸 你 你老太太 兩碗度假的 龍頭不就回來了嗎 我不要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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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